新竹市长高侯安针对新竹棒球场场刊 发现整座球场宛如废图掩埋场 令美国专家感到不可思议 让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 当我们开挖的采样的过程当中 才采大概10到15公分深的一个深度 就发现了里面竟然有废弃的砖块 而且这个砖块竟然长达20公分 不止草皮底下挖到超大砖头 连开个土壤洒水器都能淹水 才30分钟的洒水器就造成了现场严重的积水 所以表示说这个土壤的排水效能是极其的糟糕 新竹棒球场先前就被爆出 草皮上都是碎石需要人工减食 被发现草皮下也有问题 明显偷工减料 不仅仅是在草皮以上 它连草皮下面的土壤都有很大的问题 看到砖头看到石头看到费电线 这其实都是明显的偷工减料 高侯安透批前市府过去5个月 都没将缺失改善完成 WBC经典赛的热身赛无法举办 要忍痛跟大家说明 我们这一次不会来办 WBC的热身赛的赛事 另外高侯安发现 才从球场挖出的电线 竟然不翼而飞 有烟面证据之嫌 花了12亿的棒球场 竟找出152项问题 相关证据将宋交检调单位 进一步调查 记者和目前周末如新竹采访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